我在節目裡面是說 2018年他說 難道要用他老婆去抵押房子貸款的時候 在會議中我有計算過說 市長大概可以拿到65萬票 65萬票的所謂的選舉補助款 大概就有2000萬 所以2000萬根本不會去花到 任何所謂的房產或者是富人的錢 但是他出來拿來講說 我整個選舉是用我的房子去抵押 其實就是所謂的騙錢 裝窮來騙這個 也不是騙啊 對不起 能接一下 就是裝窮來增加他的 所謂的政治現金的相關的募款 所以整個的過程裡面非常清楚的 他明明就知道所謂的選舉的補助款 未來可以還清這些相關的房貸 而他兩次的市長選舉 你也可以看到 他從2014年2018年 他兩次的選舉補助款大約4000萬 大概就把他的房貸全部還清 而且增加了所謂的現金支出嘛 那這部分其實都沒有違法 因為所謂的無黨籍參選 本來所謂的選舉補助款 就是由個人可以來支配 但這次的總統選舉比較不一樣 因為所有的總統選舉 除非你自己連署都是由政黨來推薦 所以在選罷法裡面規定 所有的候選人的選舉補助款 是會到政黨裡面的 那政黨會依據跟候選人的相關的承諾跟協議 來進行這批所謂的補助款的相關的分配 像賴清德他也講得很清楚嘛 包括侯友宜的國民黨的所謂的選舉補助款 全部給所謂的黨部來支用嘛 所以柯文哲在選後他有沒有承諾做相關一些事情 是有的哦 像他就承諾說要給所謂的政黨使用 給立法院黨團使用來發展黨務 但是並沒有說他要去買購置這個商辦 所以他違反了他在選後 對於他的選舉補助款的相關的一個承諾 那這部分是他的政治誠信完全破產 另外就是說政治任務可不可以買房產 一般來講都很少去做這個房產的購置 那都會透過所謂政黨 譬如說民眾黨去購這個房產 或者是基金會來購置這個房產 很少人會用來用個人的名義來購置房產 柯文哲可能破了台灣政治史上的第一名 用選舉補助款直接去購置商辦 那他如果是真的用所謂的選舉補助款購置 那個叫做政治誠信破產 如果不是那個問題更大的 他的財產來源不明 所以柯文哲面臨一個兩難選擇 他選擇了他的政治誠信破產 來保住他的所有的財產 那方才是提供了什麼 看民眾黨現在有聲音傳出 柯文哲應該親自會當主席 有人比如說柯文哲喜歡用外科醫生的方式去處理事情 現在就等於醫生要進行清創必須割掉腐壞的東西 才有機會搶救民眾黨 民眾黨當然一定會有部分這樣的聲音 但是柯文哲在民眾黨內已經下了一手好奇 第一個就是他把所有的政治責任由黃珊珊來 所謂一肩扛起嘛 所以黃珊珊被停權三年 另外就是他最怕的黃國昌 他在黃國昌在入黨的時候有簽了一個賣生器 這個賣生器表示他不能對於黨務做任何發言 而且要聽從柯文哲主席的指示 那另外就是蔡壁如他雖然在遠在台中 但是隨時都是血跌子可以進進救駕 所以他做了這些布局之後 甚至連黨章的修改都是為了柯文哲未來可能面臨司法 不管是一審二審三審 他都是視情況而定來做黨紀的處理 所以柯文哲如果他維持現在的目前看起來的狀況 黃珊珊都只被停權三年 未來中平會會開除柯文哲的可能性非常的低 我想再問一下說 2018年他在選台北 連任台北市長的時候 是不是其實抵押這件事情是您幫他想出來的 應該不是想 因為那個是一個會議 他說難道要叫我老婆去抵押房子 那我就幫他做一個精算 這個精算的結果就是你的選舉補助款 是可以支付這個所謂的貸款的這個金額的 所以他完全不可能會產生所有的損失 是他自己提說難道要叫我抵押房產來選舉嗎 我就算票給他看說 因為算的結果是你不會有任何的損失 後來得到英文那時候算的是65萬票 後來只拿58萬票 還虧損了200萬他還蠻生氣的 現在哥你提到的就是 因為這一次他購買了4300萬的商辦是用個人的名義 那是不是說如果他可能用其他方式 譬如說到基金會裡面 至少在公開透明這件事情上 而不是收進自己的口袋會比較不一樣 觀感上會比較好 你再問一次 他4300萬的商辦 因為是用個人的名義就是購買的 那是不是其實有其他方式可以到基金會 都要送所謂內政部來做每年 年度的會計查核 所以相關的支出都有公開透明的一些證明 但是你捐給所謂的 放在自己的私人口袋裡面 你就可以所謂的隱瞞所有的財報 所有的財產 所以柯文哲用個人名義的方式來購買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他不希望被別人知道 說他有這個房產 也有可能是他不願意未來基金會也好 或者是政黨也好產生任何的變數 他希望他擁有的所謂的選舉補助款 都可以是不是變成他個人所私用的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這次覺得 他這次政治誠信破產 因為所有的選舉補助款 是來自於國家的財產 第一個是每一個人納稅錢 然後是所有小草一票一票投出來的 每一個小草都有捐了30塊給柯文哲的意思 所以柯文哲把這個當成是自己的私人財產 來構置上辦這樣的行為 當然是會為人所不齒 我想再問一下說 所以那時候柯文哲是真的沒有錢來選舉 還是只是有點像是說希望騙取一些同情票 所以才講出這句話 2018年因為他是連任的選舉 所以他在所謂的市長請假前 一個月基本上都是用市政資源 來做自己的宣傳 這也合理 任何連任的市長都是會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進入選戰其實只剩下一個月 花的經費相對來講會比較少 所以他提出說用他抵押 用房貸的方式借了2000萬來打這場選戰 基本上在金額上面是夠的 但是問題來了就是你有必要去跟大家大大大地講 因為其實也是不花你任何一毛錢 最後都是由選舉補助款來做支付 所以哥會覺得說他那時候的考量 當然裝窮來騙政治現金不管是一個月或者是幾個月總是有一些相關的政治現金 公開的有公開的政治現金 那私底下到底有沒有其他的政治現金 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那你在時候幫他算完之後他的反應是什麼 那第二天就馬上在專訪裡面提出來說 他要去用貸款去買房子 貸款去選舉這樣 交付款嘛 快了 你就是可以做冰賣的 三個月